跟您健康息息相关的讯息 我们最新连线 带你来关注 林口长庚医院 公布了一个最新研究发现 民众如果是住在高速公路 或者是快速道路旁 比较容易罹患气喘 甚至原本的气喘患者 罹患严重型气喘的风险 也因此会比较高了 好的 整个消息情形 我们连线交给记者 廖银巡告诉大家 银巡 是的 主播 那根据林口长庚医院 他们最新的研究调查 发现院内150位的 严重型气喘患者 比较空气污染严重程度的地方 那因为他们对照他们的居住地 还有居住环境 在对照环保署空气污染的地图之后 发现呢 他们如果是住在高速公路 或是快速道路旁边 就因为附近的交通流量比较大 所以空气污染程度比较严重 那容易让这些气喘患者的病情 严重恶化 或者是转为严重型的气喘 那另外他们也发现呢 一般民众通常认为 郊区的空气品质比较好 就比较不会罹患气喘 但其实山上或者是靠近河边的区域 也容易滋生免疫菌 让民众的过敏买反而加重了 那目前国内有80多万名的 严重气喘患者 那建议患者呢 在室内最好是关闭了门窗 还有打开电线呢 那在外出的时候 也要戴口罩来以防气喘加重 那以上是记者掌握星星主播 好 是的 我们稍后呢 也会有更完整的详细报道